大家好,我是拉仁哥 近几天有位观众 WhatsApp了林sir的一条新片 应该是说几天前的 所以我刚刚才看 问一问我,他说看完林sir的片 他不明白如何租上租 你不明白,我刚才进去看看 我看完之后 其实我都拗头了 林sir 的意思是 你租一间新的楼 即是新本的楼 然后你去逛房,然后出租 我理解就是做劏房 即是看过新楼做劏房 再租回去,因为新楼有很多设施 有会所有成 可以租得贵一点 他就举一个例子 物资一间三房,可以建设五间房 新楼就两万多 可以租到四万 旧楼来说 你就可以一万多元租到三万 为什么那些人不租呢? 因为你有会所,你有泳池 所以租金就会高一点 即是我不可以不承认 林sir 是一个天才 这样也不可以想到 但我也有个疑问,究竟怎么可以成功呢? 所以我做了今天这条片 希望林sir 可以进来打拍我 或者是有些学员 会上去的课程 就问一下我的问题了 在未开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订阅的 请帮忙订阅,请赞楼加分赞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帮忙看完这广告 多谢大家的支持 先说到Patreon消息 在Patreon里面有观众问我 等了这么久都没见到 林sir 讲到林sir 的课程 我将会说 林sir 的课程 在网上打林sir 已经全部出来了 他有几个理论 什么修饰论 基债论,修饰论 修饰班,扭换扭 其实不难理解 就是他这样的课程 我也会一一地跟大家介绍 他说些什么 林sir 虽然现在你正在提 但我的做法很公道 我解释了你的课程 大概,我不会跟你教 教你自己的课程 我也不会叫 这些观众去听 或者不去听,我保持一个中立 我只是说你大约的内容 是讲这些东西 如果他想再收一些,就要跟林sir 你学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我Patreon 这些 说些什么买买课程 是踩墙,其实不是的 如果大家有进去听到,其实我很忠狠 我说他只是说些什么 我没有任何贬义 或者煲义都没有 也没有叫大家去读,或者不去读 大家先理解了 一开始的影片,林sir 说 启德坡那里拘多人租 他说,两万多 人说卖不到 但是他说看这个 网络 Call 1 为例 他成交都很多 都在做两万五,两万九,两万六,两万七 都看到的 而且两万多元的契德,他觉得是有人买的 但是林sir 说漏了些东西给大家听 林sir 让你来问些经纪 这个盘购买多少 这个盘购买多少 还有,很多契德盘 现在是送离印购 有些东西给你先进去住 刚刚他博士党 先住后库库的东西 很多计划 但坦白说,如果你一看到有两万多 是新楼成交 你又不是那些购买的 其实很明显,这些就是什么 是国家会用的 接着他又说,他又发觉 启德的租务比买卖少 那我想起来 才说到 启德区很多人租 突然间又转回口 说租务比买卖少 好了,先说到林sir 的大计 林sir 的课程是什么意思 你找一个新盘 他未必说新盘的,本新盘也可以 例如日出看成 第二期,第三期,都可以 入伙十几年 好了,总之你有会所 有泳池,这些是最好的 他就教大家 总之租一间三房出来 一开五 就是三房一开五 我想他是把厅 即是饭厅和客厅 有一些有L型 或者是一些铝字型 就把他选了 再选两间房 变成三房变成五房 当一间普通的三房变成五房 那你是不是逐间租出来 你的租金会提高 他就可以将 本来租一万多元的 升为三万元 我想这些是本新盘 或者是十几年的新盘 那么两万多元 就可以达到四万元 这些又可能是新楼 总之,新楼的意思是 有会所,有泳池 相信我这段影片出了 林sir也会进来看 我想林sir也正在看 那我慢慢想 希望大家回答我 我作为一个新楼的业主 也好 譬如我买了马里布 五年前买回来 或者我现在买了启特 刚刚收到锁匙也好 那你怎样说服我 将一层楼交给你租上租呢? 因为你这样三房变五房 你是要间房的 虽然你的工程 就不是做劏房 做劏房是要做厕所 又要做每一间房 做小厨房 这样就很大工程了 我相信你只是间场 就是间多两间房 那些学生也好 或者那些KL也好 只是共用厕所 和共用厨房 那你有一间可能是套房 套房那间 我相信林sir就会租贵一点 但我作为业主 你怎样说服我? 因为你一间场 不知是怎样? 你继续了一个有木地板 好了 到你两年租药也好 三年租药也好 我代你租三年 你搬走的时候 我要给一笔钱 去还原那一幅墙 继续了一个地板 我才可以卖得出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说服到 业主肯让你租上租 还要让你这样装修 有观众就可能问 我租药回来 我想怎样就行了 我想怎样 我怎样分租给人都行 那不行 所有租药都写平的 你是不能分租的 除非业主同意 如果业主同意 你才可以分租 你不可以说 我喜欢租药回来 我想怎样怎样 其实是不行的 我们在英国这边 租房子还嫌 打口钉的墙 我们都要问一问业主 你知道吗? 是的 什么都要问业主 我们这里 打口钉业主都不给 香港就没有那么严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 你租了一层楼 你租了哪间房 哪间房 是不行的 你是犯了法 他还可以文事告你还原 第二个问题 当业主你是亲戚 你又说服了他 可以让你租上租 也不介意 两年后三年后 他收回一层楼 自己还原 也不用你还原 好了 装修费是多少? 你有没有计算过装修费? 你这样做法 起码是十几万 为什么? 你不是说建两座墙 你还要配置五间房 你还要配置床 这个床褥 有少许的桌椅 你看起来好像很少东西 但是每一个都是工序 这些是订回来的 但是你建了两间房 可能床要订做 香港订做也不太贵 但是最重要的是墙和门 手工贵 所以十几万 我觉得是不离开的 在影片中 阿林sir都打了头盔 他说 有些银行 如果业主是做按揭 有些银行就不让你租上租 要看一些银行 要自己设计银行 可不可以让你租上租 有些银行可以让你租上租 这些银行就能让你租上租 我就不太着急 你这个按揭是否给 反而我有点想问 其实大厦工是不可以让你租上租房 你知道吗? 所有新楼都是 你问一下管理署也知道 大厦工是不可以让你租上租房 为什么不可以让你租上租房 第一,你选上租房 你就负荷重了 你起码就选了两幅墙 不要当你负不负荷的问题 而是管理署多了工作 你多人出入 第一件事 你多人出入 可能你一加三口 你有五张卡 所以为什么林sir说 他叫你上租了五张 其中一人都可能只有三口次 即是申请三张卡 但你不是 你最之首申请到五张 或者你不够在租房 还要再多一张 譬如你是不够 你可以再给予金再申请 那管理署就是多做了一份 所以为什么 管理署不想你去做租房 或者不给 我要公契寫明 是不准你去做租房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林Sir要教這一招出來 你違反公契的事情,你就走去做 大家看新聞報道就知道 日出刊誠,管理署說大廈公契不允許你做劏房 不知道是不是林Sir的學生 在日出刊誠做這樣的劏房 我知道美虎有很多劏房 不過美虎這麼舊的管理署可能不來 但是新管理署一定是來的 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有些朋友在香港現在都在做劏房 他告訴你,因為酒店和他們競爭 現在都很難競爭 雖然你去做的一些是舊區,或者是舊樓 或者是堂樓 但是林Sir介紹的就是在新型屋苑那裡做劏房 會不會都是給酒店搶的生意 你是不是肯定到你五間房全部租了? 很多時候這些劏房怎樣? 你第一、二間可能容易租一些 三、四、五間就很難租 那你是否有空置率 做不到你一個本來由萬多 變成三萬,或者由兩萬變成四萬 那你做不到的時候 那十幾萬元的裝修法 你是攤兩年租一日收回 或者是三年租一日收回 我不相信一個業主會有1500年租給你 很多舊樓都是1500年的 1500年還沒有上這個程度 大家經過上次香港人的單項 大家都知道 超過三年就用跌 但是我告訴你 很多舊樓業主沒有做到跌 即是契約 不要理會 因為舊樓也有些阿伯、阿婆 他們不懂的 但是現在的業主可能會懂的 你說簽了三年的追或五年的追 就是想跌 如果在做按揭 喂,是不是知道銀行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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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租上租的 還有,如果你租上租 你是不能夠全地擁有 即是你不能夠全部租一出 那你會有一個什麼問題呢? 你是回不了本的 哈哈 你投資了這麼多錢 投資了這麼多心血 原來是回不了本 還要虧的 因為我不管你租不租得滿 總之你每個月都要交租給業主 是嗎? 那你租兩間 或者租一間 那怎麼辦呢? 這是很大的風險 林Sir三個星期的那段影片 就有些問題 我們嘗試回答恐話 今天租上租二房東入門分享會 大量內地學生港漂勇港 如何把握機遇 為自己建立被動收入 這是危命題 為什麼說危命題呢? 收租一定不是被動收入 什麼叫被動收入 就是你坐在這裡和你工作 有什麼會是呢? 你銀行存款會是 你百筆錢銀行 你銀行存款 有些每個月給你 有些可能你做定期 一年給你一次 這些是被動收入 股息也是 你買一隻回豐 一年派四季息給你 但是收租呢 如果大家收租 就煩死你的 香港我也收過很多租 最好就是 那些公司租 一直都是由公司 即是由公司 即是由公司 購買都給你 不用麻煩去追租 租罷有個問題 你未必收到租有租罷 尤其是你的劏房 你經常要催租 好了 然後有時候 廁所室漏水 樓上滲水 滴水 然後冷氣不夠冷 尤其是你的劏房 很多投訴 冷氣不夠冷 因為劏房 遇到你包 還有告訴你 你只有兩個廁所 除非你再多一個 因為一個廁所已經是套房 套房肯定是自己用的 那四個人欠一個廁所 尤其是上班的 或者上學時間 哪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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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後 協商而已 人有三級的 那我也進去 今天就阻止別人上班 對不對 即是很多爭執 到時你要去平息 一些租客的爭執 怎會是被動收 所以我覺得這個危命題 讀完本課程 你將會掌握到 目前手上正值 負現金流如何解救 我想它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你買層樓回來 那你租出去的時候 現在大家都知道 是吧 虧的 可能你租出去 租15000元 但現在你供可以供 可能要供 那兩萬三也未定 那就叫負現金流 那林Sir就叫你如何解救 即是他才叫你自己 拿層樓出去拖 拖了之後 租金就上升 我想他是這個意思 林Sir應該正在看的 那如果我解釋得不對 你在下面你回覆回我 因為我覺得你在我這裡 回覆比在你那裡 你三個星期前的影片 剛剛看的我 也只有1000人看過 但在我這邊 我這邊應該人流 比你很多 我相信你這段影片 起碼有三萬題 所以你不如在我這段影片 覆覆就好 比在你那段影片覆 多一些人看 但待會我為了 報答你 給我這段影片 我稍後會和你賣廣告 因為你有一個廣告 第二點 沒有物業 如何賺取租金 有些被動收入 即是賺取租金 租上租 意思就是 第三個問題 以房東潛在成本 以及利潤空間有多少 這個數字 剛才我和大家簡單計過 想上也算出來 但問題真的要全部租出 如果租不出 怎樣 只有成本就沒有利潤 第四個問題 哪一類人不適合做的議房東 一定是拉人哥 哈哈哈哈 拉人哥 一煩 拉人哥就不想做這些事 搞什麼死煩 又要兌這麼多個租客 這個我答對了 林Sir 拉人哥就不適合做議房東 租上租 學生宿舍比傳統套房更具潛力 你這樣選擇 是否叫學生宿舍 簡單一點 我都叫劏房 但你這個真的不是套房 套房的意思就是我們的劏房 劏房就有少少的煮食 然後你還有廁所 但這些叫做租間房給你 所以叫學生宿舍 即是你四個人要共用一個廁所 有一個比較貴的人 就有自己的廁所 或者他改一個裝修 或者改一個職 他找到一些可以把廁所凸出來的 那就變成五個人 就共用兩個廁所 我覺得他會做後者 這樣才可以少一些衝突 好 為了回答謝林Sir 就給了一個零金的早段影片 我就跟他買一買廣告 他有一個課程 在7月27號 星期六還未到 是嗎? 今天是星期六 幸好現在星期三出 大家還有時間報名 下午四點到五點半而已 在尖沙咀 林Sir 還有 九十後 已構建月入六位數字被動收入的港師 即是每一個月 還有林Sir 那學費很便宜 一百八百 一百八 吃餐飯都去了 WhatsApp 就是 63832145 今天要註明 就是 TER02 我相信我這個節目 網上和Mirror 都可以進來看 他們兩個都有樓 網上說 剛好又有一間 在契德 應該是三房 不知道是不是三房 不知道網上會不會租 自己的樓 會不會自己做租上租 或者租給林Sir的學生 做租上租 Mirror Mirror 更貴 Bull Coast Bull Coast 可以租給香港大學生 我覺得Mirror 也會賣三房 自己住一間 拿一間出來租給學生 但我想問一問 網上和Mirror 你們會不會拿房子 拿房子出來租上租 我相信一般人都不會 因為其實 你搞亂租房子的裝修 就是原裝 所以 你租出去 都是被人住殘 但你住殘 不同 你這樣做劏房 這樣住殘 他這樣做 不是一個劏房 這些叫間房 因為你間房 起碼地下都已經花光了 還有 你是不是 三年租入 兩年租入 完了 你是不是和我還原 否則我又要花十幾萬元 去還原 去蓄的時候 可能十幾萬元 你還原不止十幾萬元 因為還要扔 還要和你整個地 和你蓄過 鋪過 多糟糕 你這些油木地板 全部鋪過 我相信 如果林Sir是這個計劃成功 一定要找一些 業主 或者是其他 科學程的學生 是吧 經他們的 有個公司 叫做 Power Team 經他的公司 去買樓 買啟德 是吧 然後就叫這些學員 你拿出來 租金貴少少 租上租 然後 林Sir再找一些學生 做這些租客 租上租 裝修當然是林Sir 自己做 肥水不流避人田 林Sir 那個學生 已經賺了一個課程 然後經過 Power Team 他又贈了你佣金 然後和你裝修 他又贈了你的裝修 然後他又和你租出去 你又是 應該是要給佣金 因為他竟然租出去 或者他和你代收租 即是一條龍服務 這樣吧 我們拉人哥這邊 有沒有觀眾 拉人哥資助 188元出來 你去聽這個會 然後問回拉人哥 藝術的問題 哈哈哈哈 或者林Sir 先進來回答 等準學生 準學生 看看林Sir 如何回答 才去報名 好了 講講講 原來這段影片 希望林Sir 進來回答 我們 或者網上和Mirror 都可以進來回答 即是會不會 被新屋 人家這樣租上租 哈哈哈哈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聽 以及收睇 拜拜 我們已經按摩 會不會 可以進來回答 您可以看 我們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